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人要遭罪了 母產萬金重言 林寶華表示 中國經濟數據造假 邊騙邊坑 外資逃命 逛山姆的中產鄙視鏈炸出了多少愛妝的人 驚人之餘 不僅特斯拉 所有電動汽車都不值得買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 熱點之機 今天是4月30號 星期天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人要遭罪了 母產萬金重言 日前網傳一段視頻顯示 兩名農民正懷抱從別處收割的稻子 將其撒進一塊即將收割的稻田 這種戲碼在母產萬金的年代經常上演 當時中國各地爭著放衛星 吹噓母產數千斤乃至上萬斤 當上級檢查時 就將已經收割的小麥或者水稻混進還沒收割的田裡 將這塊地的產量大幅提升 上述視頻中的稻田是種植在大山上的梯田 因此該視頻被懷疑 很可能與中共水稻上山項目有關係 水稻上山始於黨媒炒作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在雲南某地推廣的405畝所謂水稻漢地種植項目 宣稱其最高畝產788公斤 隨後雲南及部分其他省份就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水稻上山運動 網傳視頻顯示 大量山林被毀 山坡被機械或者人工修建成光秃秃的梯田 甚至有傳北方的山西省也開始跟風 伐木造梯田 根據2021年的數據 當年中國水稻平均畝產只有474公斤 美國水稻平均畝產也只有576公斤 因此在水源缺乏的山脊或山坡上種植水稻能否高產 甚至是否可行都備受質疑 儘管中共水軍拼命洗地 但中國網路上依然罵聲一片 指責當局掀起又一場大躍進 還有網民憤怒斥責 中共勞民傷財打造的所謂梯田只需一場大雨 不僅顆粒無收 還可能造成泥濕流危及山下居民 此前一段視頻顯示 有自媒體到雲南所謂的高產基地附近實地採訪 詢問當地農民是否已種植這種高產漢地水稻 村民含糊其詞 聲稱過一陣就會種 繼續詢問詳情 村民就讓這些媒體人去找村長 多段視頻顯示 不止一片大坎林木打造的山地提田根本沒有種植農作物 而是重新栽種上樹苗 顯示當地伐木造田運動根本是勞而無功 網民嘲諷 白忙了一圈 結果是破壞了生態 方便了參與項目的貪官們從中撈油水 今年3月 北京兩會之後 習近平減少曝光 被解讀為是為了避免成為票房毒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4月28日開會 經濟為主要議題 政治局提及要幫助企業恢復元氣 要把吸引外商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穩住外貿 外資基本盤 顯然已經火燒眉毛 中共才會如此坦白 剛剛幾天前 中國政府公布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達4.5% 高於市場預期 政治局卻如此坦白地表明急需外資救命 也怪不得人們懷疑那個高於市場預期的數據造假 因為緊接著 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一季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卻較去年同期大跌21.4% 如果主要企業利潤如此大跌 整體經濟怎麼可能成長?難道服務業與農業出現大躍進? 可見 在黨中央直接操控國務院以後 數據就只能由黨中央來編造了 然而黨中央只能顧及主要數據 例如GDP的成長數據 卻無法顧及湊成這個大數據的各項小數據 因此造假的破綻就暴露出來了 李克強當總理時 還有克強經濟學的各種數據 小學程度的習近平 只學過簡單的加減乘處 懂什麼經濟學 更不懂統計學了 這樣一個獨裁者在那裡瞎指揮 不但國人忐忑不已 外資更不願陪葬 去年年尾傳出習近平表示要親自抓經濟以後 國內外引發一陣恐慌 不知道將會產生什麼結果 逛山姆的中產鄙視鏈 炸出了多少愛妝的人? 前段時間 有人在網上發了這樣一則帖子 從沒逛過山姆超市 被同事嘲諷太窮酸 沒見過市面 發帖人稱 因為自己在朋友圈曬了一張去山姆超市購物的照片 就被同事嘲笑了 不會吧 你才第一次逛山姆啊 好窮酸啊 作者小椰子撰文說 無毒有偶 短視頻平臺上有人也曬出一段自己在山姆買東西的視頻配的文案是這樣的 還記得過年時朋友圈曬去山姆買瑞士捲和蛋糕的同學 山姆只是個超市啊 貴嗎? 只能說你一年去一次 但是我只不過是採購日用品吧了 有些人有時候發的日常想體現自己過得很好 但是實際上是個笑話 評論區裡很多朋友看不慣他高高在上 秀優越的語氣 直接嘲諷直拉滿 火力全開 別人過年發的朋友圈 你能記到現在啊? 那個真有點小錢的人 誰會盯著朋友圈裡 誰去買了蛋糕和瑞士捲呢? 你說話特別像那種 窮了大半輩子 最近有點小錢了 自命不凡了 開始看不起別人了 其實還蠻可憐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逛得起山姆成了檢驗一個人是否是中產 有沒有錢的衡量標準之一 這家需要交260元會員費 才能進去購物的大型倉儲式高端超市 在網紅的大力宣傳下 這幾年在國內的熱度居高不下 很多年輕人捨不得辦卡 所以常常選擇代購 或者找親戚朋友借卡的方式去逛一次山姆 驚人之餘 不僅特斯拉 所有電動汽車都不值得買 2020年8月份 溫州特斯拉車主衝撞小區攔截桿 連撞14輛車騰空3米落地的事故 還在與官方進行責任鑑定 儘管一路補貼降價 這起新聞卻動搖了用戶對電動汽車的信心 作者南洋富商撰文說 其實這種信心本來就不該有 不只是特斯拉 而是所有的電動汽車都不成熟 不論是未來 比亞迪還是特斯拉 只要是電動汽車 都面臨同樣的技術困境 電池能量密度不夠 不僅帶來大重量 高能耗 高費電池污染 還帶來安全問題 這種技術瓶頸是互聯網5G和寫代碼沒法解決的 更不能指望PPT和演講可以解決 創業者可以用天才的營銷手段搞到投資 打出名聲 但是一旦遇到電池這個核心技術問題 所有品牌的電動汽車都卡在這裡 由於製造電動汽車比製造燃油汽車簡單很多 所以給人彎道超車的夢想 尤其是大批原來從事互聯網的成功人士 攜互聯網行業成功的銳氣 想在這個領域闖出一片天地 在電池技術方面 並沒有18個月容量增加一倍的奇跡 特斯拉汽車使用的18650鋰電池 是索尼公司30年前推出的 30年過去了 並沒有更好的電池可以取代鋰電池 大量電池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極大的污染 使用幾年後需要換電池 救電池就成為有害垃圾 從安全的角度 也不推薦電動汽車 無論廠家如何吹噓它們的安全性 鋰電池電動車沒有真正安全的 特斯拉和未來汽車接二連三的燃燒事故就是事實 鋰電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有關 能量密度越低 安全性越好 也就是說 你若是希望更安全 就得採用低能量密度的電池 結果是加速慢 體積大 自重大 續航差 為了增加安全性 需要增加額外措施 保護這些受到碰撞就容易起火的電池 電動車會更笨重低效 得不償失 如果你只能買一輛實用的家用車 就踏踏實實買燃油車吧 別花冤枉錢還給自己找別扭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網路一片歡疼 中共被日本打到痛處 疼得一日三磅 綜合報導 韓總統盛讚長津湖戰役美軍貢獻 中共反駁卻遭戰史資料打臉 岸田出訪非洲 反制中俄拉攏全球南方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